九六三号FM和新加坡慈怀理事会特别企划 生命对谈座谈系列 这是我们一般最不忍讨论的临终课题 今天和我们对谈的是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次长 马延信先生 还有新加坡慈怀理事会执行董事 沈美霞女士 今天要请马先生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 其实我跟一般人一样 可能心里会想说 这个好像挺敏感的 尤其因为我们知道 马次长在两年前经历过 就是第一期的鼻癌的挑战 当时接受了治疗 目前一切都OK 一切还顺利 最近刚刚就是做了复诊 都一切按好 谢谢大家关心 我们看到你保持非常的活跃 在整个过程当中 感觉好像就是这个心理的状态 是保持在一个相当不错的情况 还好啦 就是上天保佑也是发现说是初期 不过对我来说 我觉得也是算是 这个上天给我的机会 让我在很早的阶段 就是察觉所有的这个癌症 那么可以尽快的治疗 可以康复的这个机会就很高 所以要好好珍惜生命 那么 我那时候也的确想过说 万一 尤其那时候还不知道那个 癌期是哪一个阶段的时候 有想过 如果是很严重的话 怎么办呢 就是要怎么安排 要怎么去处理家里的事情 是 当初得知这个消息 你的第一个念想是什么 还记得吗 是你自己知道 还是你和太太同时知道 我自己知道 那么有没有想就先不说 然后还是怎么样子 脑子里面是什么 有很多挣扎吧 但第一就是跟太太说 不过孩子是到了 可能一个月后 要开始治疗前才跟他们说 因为那时候 应该是儿子还在考A level 所以不想影响 他被考的这个状态 所以就拖了一个月 所以那时候 我记得跟他们分享的时候 都哭了 那是一定的 我很难想象 当时太太在知道的那一刻 那个反应跟那个冲击 我觉得还好 我们都是比较乐观的人 其实那是比较担心 是好像副作用 整个治疗的过程 很多未知 不过我觉得 一个时期的调整过来 我觉得心情平静下来 其实就是要面对人生 那么经历了这样 这过去两年 我觉得也感受到 周围的家人朋友 甚至是不认识的陌生人 也给我很大方面的鼓励 我们说到慈怀疗虎 重要的是要提早做好准备 所以刚才你提到 虽然是初期 然后也不知道有多严重 当然也是很乐观地面对 不过有没有直接想到 最坏的打算 然后会不会说 死亡还是不要去谈 不要去想 得要想 不过我觉得 那时候其实我就去做了这个持久授权书 那么也跟律师谈了一个遗嘱 不过我得坦白 其实后来我觉得跟一般人一样 后来知道说出妻 然后可以治疗 可以康复 所以有些也没有如期的情形 只是开始去了解去探索 遗嘱还没有写好 不过持久授权书后来也做了 所以我了解到就像我是所谓当事人 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 我可以明白说很多人 就算可能年纪比较大还是怎么样 也不觉得说很急还是很迫切去做 所以我觉得很好 我们也应该要多谈一下 那么让大家更清楚 有需要做什么样的决定 有什么样的选择 那么因为自己也需要时间去准备 去消化 去消化 然后跟家人跟至亲的人 怎么样沟通 怎么样讨论 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我跟很多的朋友谈生死这件事情 尽其是近期因为接触此话 聊户的关系 我发现当你被逼直视这个死亡的时候 你突然间发现 我可以不那么慌乱的 当你开始讨论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害怕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以为 他有一种很强烈的无助感 这个是我没得选的 我一定要走的 然后我走了之后 我走了的那个点 我什么都不能做的 全部都是要靠家人 或者别人帮我决定所有的一切 所以当他开始去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就知道我可以先规划的 你就没有那么害怕了 对吗 对 其实我们的外展活动 主要就是重点呢 是要希望说公众能够尽早的 把自己的功课做好 为了自己也好 为了至亲也好 不要到了后面 因为思绪比较乱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办法好好地安排 那我们的调查的数字也显示 一个中位数medium 当一个病人被转诊到直怀疗户 到他过世 一个癌症的个案的那个case median 是大概二十九到三十二三十三天 就大概一个月 一个月 那肺癌症的个案呢 其实就更短了 大概九天到十二十三天 这是五年的数据 所以当你如果只剩下十天的话 你是根本没有那个思绪 去把自己的选择 自己要做的一些决定做好的 那我们就是说筹备说 如果说要结婚啊 你是用大概一年的时间去筹备啊 就是那个注册官啊 酒店啊 类似婚纱这些 大概一年或是更长 孩子如果说怀孕 孩子诞生的时候 你是大概九到十个月去准备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 自己花十二个月的时间 来筹划自己 因为我们不会觉得 它是我们的人生大事 我们只觉得 它是我们可怕的事 不过这事确实是一个人生大事 刚才申明一下 你是提到的两个字 尽早 那是关键词 但是尽早 怎么样 多早才是早 比如像马自长 刚才提到的个人的 今天的分享 他的那个阶段 很初期 还有很多的未知 就开始想 这个赐怀疗户 会不会太早了 还是说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在新加坡 慈怀疗户 我们的一个定义就是一年 就是生命受限一年 因为你如果是说 慈怀疗户 有一个是inpatient 就是住院的 就在Dover Park Hospice 上RCC Hospice 这些住院的 他们的一个reference point 大概是三个月 90天 然后有居家的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所谓的早或是说辞 其实也是因人而异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 他家庭的凝聚力很好 其实可以很坦诚不公地去谈 那其实时间也不需要太长 但是比如说我是单身的话 那我希望尽早规划 比如说我自己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也是有 如果说上网 也是看到living funeral 就我活着的时候 我办一场 我自己的告别仪式 那这些就是一些细节了 现在我们在做外展的时候 我们也是接触到一些 active aging centers 我们的那个palliative care 就是吃怀疗户续治101 的那个课程 我们最年长的一个学生 其实是97岁的一位阿嬷 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们自己也有谈到说 他们想要的一个护理的概念是什么 然后包括说自己的葬礼 包括说我要在哪里过世 这些都是必须要先考虑的 但是这个是可以融入 你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比如说你看电视 有一幕是一个商礼的一幕 你也可以借题发挥来谈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那个准备 它不是一个定点 它是一个过程 你可以很早就谈 就是至少你把你的意愿可以沟通 那现在我们外长的时候 也有碰到就是说 父母要跟孩子谈 孩子不愿意谈 觉得老爸你还很健康 很健壮 不要谈这些 这为什么吗 因为我们下意识地觉得 当他开始讨论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心里会难过 我们怕他会伤心 虽然我们自己当然也有不舍 可是我们就担心说 还是不要让你谈这个问题好了 所以我觉得比较容易是父母开始谈 对 因为就做子女很难开口 开口 父母就会怎么想 你就不孝心了 你不做我 让外人看到 你只看你做孩子 我们去做外展的时候 我们的同事也会被公众 叫他走开 所以我们在农历新年的时间 我们就不做外展 因为敏感 然后圣诞期间 我们也知道说 那段时间可能外展就 可能要稍微转一个方向说 在哪一些场合去做外展 所以这个时间点 其实最主要还是自己心里的那一关 对 所以有的时候像你讲的 像看一些节目 或者看一些分享的 就说这样不错 以后我也会这样 就是搞快丢一些 对 可能也不用说很严肃地说 我们坐下来讨论 开会 开会 对不对 就是可能有时候 小剑小剑这样问 怎么样 好像那时候我也是 应该是去年吧 就跟我父亲 我父亲大概90岁了 就问他 以后你有想过什么样的仪式 那突然间想说 就佛教仪式 说你都不是佛教徒 因为上次我去我一个审婆的仪式 我就很庄严 很安宁 感觉很好 就这样吧 说好 我才知道原来要这样吃 不然就可能就自己不问 到时候如果 有没有自己跟他讲的话 就以我自己 可能我就要道教 就以道教的形式了 所以次长 像你自己本身经过了 那次的抗病之后 家人之间是不是比较 在谈论这方面的话题的时候 比较开放一点 比较愿意一点 甚至比较长一点 老实说并没有 也不是 可能更敏感 我觉得 大家好像还在踩一个很细的线 好像还是有一点那个敏感剧 我记得一次 就是患病后 于是我跟太太出国 就孩子都在家里 突然间我就想到 万一飞机四次 两个都走了 这样孩子怎么办 我们都没有交代 都没有 那是你们第一次 夫妻俩单独出国 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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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就因为那个过程之后 所以有时候就是 一些人生的经历 突然会 突然去想一些事情 对 然后就要 其实 要怎么样的安排 要去准备 什么 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 是借这种机会 可能周围的人 或亲戚朋友 然后借题发挥 这个好像人生的BCP 是啊 Business Continuity 就好像说 比如说去吊伤 我们其实都 对话来讲 其实是很难的 我们自己谈自己的生死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你周遭朋友 就是有人可能 就是可能确诊说 癌症或是说 生命受限的时候 其实我们很难起始 我们其实觉得 很难 就是担心说 说的话会不会 一个trigger 让对方可能 开始很敏感的一些话题 所以其实 我们在跟一些 确诊的重症患者 沟通的时候 其实他们觉得 他有感觉到 周遭的朋友 好像 on egg shells walking on egg shells 小心翼翼的说话 对 但是其实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必须把它正常化 因为它就是一个 人生的一条路 大家都必须走的 不管你的文化背景 宗教背景 你都是要走这条路 你们做外展的时候 怎么样去做到这样的 就好像你说的 还没开口 人家就说 Toy 走开走开 而且是两种人 一些是病患 一组是病患 另外一组就是公众 什么都没有的 健健康康的 我们做外展的时候 最主要还是公众 公众 然后我们也有 就是我们的 Politifical 101 其实那个 对话 那个两个小时 其实我们的 参与的 都会跟我们分享 他们自己的故事 其实他们也有 就有一个 我印象很深刻 是他来跟我说 他的妈妈 在十年前过世 然后十年前的时候 他的弟弟跟他说 妈妈交代了 Do not resuscitate 不急救 然后他到十年后 他还在怀疑 那个决定 跟他自己的决定 他觉得他跟妈妈 比较亲 然后到底是不是 妈妈的决定 到底妈妈真的 有交代吗 然后我的反应 只能够跟他说 那现在 你永远得不到答案 因为妈妈已经走了 你只能够 把自己的功课做好 确保你的孩子 不会像你这样 经历一个 未知数的一个 就是a lot of questions 然后你没有答案的 对 所以其实我们 做外展的时候 我们发现就是说 有经历过 作为一个看护的 一个care giver的话 有经历过 自己的至亲 生死离别的 他们的那个思维 跟想法 就比较不大一样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我们的一些 resources 我们也一些调整 然后让这样的讯息 能够很自然地 融入我们的 平日的生活里面 所以慈怀理事会 在推展这个东西 教育大家的过程当中 我们究竟 希望大家了解一些什么 除了说先做好准备之外 怎么样让他们 更了解慈怀护理呢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 包括说医生 护士 therapist 如果他们不是在做 慈怀疗护者 这一块呢 其实他们要面对 死亡的这个话题 跟我们平常人 是同样的 就是可能 也是有点排测 也不懂要怎么去其次 然后doctor 是train to treat 我是医疗的 那要让病患说 你是不是要考虑 慈怀疗护 似乎好像是在举白起 好像告诉他 我放弃 你也放弃 对 所以有一些就不选择 把这样的一个选择权 交给病人 或是家属 好像说我爸爸 十多年前过世 他很多医生 他看了四个专科 那对我们孩子来讲 我们有给他看医生 but it's the wrong doctor 因为到后面 他已经拒绝说 他是领巴癌第四期 然后到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全身 骨髓都受影响了 所以他本身决定 不要go through the treatment 他说我够了 我八十几岁了 我已经有征孙了 我够了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是觉得 他还是有看医生 但是现在我知道说 慈怀疗护 给予一个病人跟家属的 那个生活的质量 的那个重点的话 那因为我爸爸 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晚上没有办法入睡 那我是night caregiver 所以晚上他看他的电视 我看我的电视 然后就是这样过那个时间 那如果我现在知道的话呢 我会给他有home hospice 就是居家的吃化疗户 然后对于他晚上 不能够入眠 可以对症下药 可以给他休息 让他心情比较平稳 那慈怀疗户因为他是身心灵 三大块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对公众来讲 其实可能不是很了解 慈怀疗户 觉得他是一个临终疗户 就是说已经到时间了 没有得救了 对但是其实慈怀疗户跟临终疗户 他是其实可以同一个时间进行的 包括治疗也可以同一个时间进行 所以其实是人家都不是很了解 慈怀疗户是什么 针对的是哪一些病人 哪一些家属 因为慈怀疗户不是病人而已 是包括他的family members 对 care givers 然后到了病人过世 其实慈怀疗户还没有终止 因为他还有那个赏亲之痛 那个 癌伤 那个 癌伤 癌伤 所以其实他是一个过程 所以当如果说 作为一个工作 你了解说慈怀疗户 包括哪一些 services 的话 没有理由你不要求慈怀疗户 因为你确保的是说 在最后的那个关键 生活品质 你获得确保 我们那天在讨论的时候 有两个字跳出来 一个就是在等 一个就是在利用那个时间 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 到了那个临终的那一块了 就觉得说 我只是在等那个时间 但是慈怀疗户的一个重点 就是你的生命受限了 医生告诉你 好 接下来你剩下多少时间 这个时间可能是一年 像我们之前碰到的一位阿姨 他大概三四年的时间 可是在慈怀疗户过程当中 他身体的疼痛被解决了 被照顾到了 他心理上的一些无助感 被照顾到了 这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即便是在等时间 但是你怎么等 是积极乐观 有意义地等 还是就是在那边等着 其实刚才像神女士 所提到的慈怀疗户 它是一个过程 而且是个很长的过程 让越多人知道的话 其实也表示说 他们知道有更多的选择 让他们来考虑 对吗 其实我们 就是刚才提到的 那个中位数 我们希望说 这个数字能够是 那个时间点比较长一点 因为你才病人也好 家里的人也好 都能够受惠于慈怀疗户 而不是说很被动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外展 其实是两大块 一个是公众这一块 然后在选区 比如说你有做家访 盐护家访 那你如果碰到一个个案 说我妈妈 Advanced Dementia 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它 然后是tip feeding 然后要怎么样做 然后你如果说 有一批义工已经了解 慈怀疗户 是我们的选区的 那个方向标的义工的话 他就可以 你就可以refer那个case 给你的义工 然后义工就可以跟他 说他的一些选择 跟他 就是给他一个方向 怎么样去 接下来的一些资源 怎么能够去tip on it 所以我们的目标 也是说在新加坡 各个选区 能够成立这样的一个 community signpost 就是一个慈怀疗户的方向标 因为最主要是 邻居 然后居住在你 你的周遭的 才是重要的 就近可以帮你的 对 然后可以说 你不是很清楚 哪里可以做referral这些 就是那个过程 那个手续 其实这些都是资讯 可以协助的 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 也是很无助的 所以如果能够得到 对的资源的话 他就可以减轻这个问题了 刚才艾生女士提到了 像新加坡慈怀 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那个方向标 在邻里 在社区 来传达这方面的信息 那想问一下 自掌了 比方说 在你的选区里面 在从社区的角度 可以怎么和 像慈怀 在理事会一起合作 来传达这些信息 给更多的民众 我觉得在社区里面 比较多常做的是 那个LPA 19授权书的分享 因为可能它比较 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去准备 去签署一些 就是有件事可以让他们去做 对 让他们去做 那么那个我觉得 可能人家会比较容易 因为它是一个action 对 call for action 所以说你要自己 怎么去安排这些 有时候 可能不容易 我有一个高中老师 他就 他过世的时候 他女儿就说 他就懂他妈妈 有一个小笔记本 有列下 他的身后事 要怎么处理 那么后来 不过早到时候 已经是 就是过世后的一两天后 所以他无法 一一去 去他的心愿 对 不过至少妈妈 有这么做记录 跟交代说 我有这个笔记本 对 不过其实现在 我们有这个 生命足迹是吗 My Legacy App Life and She 对 所以 一般人如果可以上网 去App的话 也可以通过那个 你要在那里输入也好 或自己做记录也好 就有一个规划 讲哪些事项 我要去考虑 要做一些决定 或者怎么样 交代 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我觉得不错 对 因为你看我们很多人 就很难开口讲 你可能开玩笑的时候 可以讲 但你认真 想要的东西 你可能说不出口的 再不然的话 就是可能想想 但是想了一半 就打住了 不再去想 因为觉得不吉利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大家好好地坐下来 根据问题指引 来去思考 甚至把它列下来的话 这就更加的明确和清晰 自己要些什么 对 其实My Legacy App 是卫生部的 然后它 尤其是对我这种单身贵族 其实是很好用的 因为新加坡人 两大很重要的事情 HTB CPF 你全部它都衔接 然后你可以交代 然后其实现在 以现代人来讲 另外一个 我们也是有提到的 就是你的 social media 你的 footprint 你在 social media 网上里面 你有另外的一个生活 你的 footprint 全部在里面 那你如果 重症之后呢 你要怎么样去处理 你的Facebook 你的Instagram 你这些的资料 你的照片 这些其实都是要交代的 所以其实要做的功课 是很多 不用说一下子做到完 但是可以开始想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所谓的 Advanced Care Planning 当然那个是Care Program 怎么样护理 然后身后室呢 身后室也是很多选择 你是要火化呢 土脏呢 然后你的骨灰 要怎么样去处理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话题 而且我觉得 要自己决定的 因为你知道 每个人的想法 可能跟信仰有关系 可能跟你的价值观有关系 然后你如果留给 另外一个人帮你决定 未必是你要的 而且会改变的 因为好像我妈妈 她记得好几年 先跟我讲说 她要海藏 海藏好 OK 然后我就记得了 然后她一直跟她提起 说现在有那个 国会沙土 在我们青星园 对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 在零年开始的 是青星园 她说也不错 我看过画面 看YouTube 那个也不错 因为我不会游泳 所以海藏也不好 跟我讲 后来她又改变主意 又跟我说 我跟我的妹妹谈 她说 哎呀 不要这样 不要撒土 买个国会塔 找一个好的 她又有不同的想法了 所以一个人的想法 是可能改变的 对 所以不过就是一种 慢慢一种 可能就是通过自己去想 那么可以探索 有几个选择 对 那么考虑到什么 对 所以这些都需要时间 对 是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新加坡 在这一方面 我们的这个 整个设施 整个安排 其实是蛮多 不同的选择的 是 也要照顾到 我们土地有限 对 所以我们 的确都是提供 不同的选项 不过也要通过 公共教育 让大家知道 有怎么样的选择 那么哪一项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 对 因为我觉得 至少对华人 无小的 其他的民众是怎样 但是在我们的 传统观念当中 这就是我们 善终的其中一个部分 最后就是要 风光大藏 当然那个程度 可能跟以前不一样 但是至少 那个过程 我们知道说 我们有不同的选择 可能要去潜水的 要飞天的 要入土的 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我听了刚才 马次长 分享你母亲的 那个经历之后 就让我想到 回到我们刚开始 说的 这是一个过程 我们应该坦然地提出来 聊 不一定是讨论 讨论显得很严肃 在生活中 点点滴滴 偶尔提出来 因为老人家也好 或者甚至是我们也好 现在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隔了一年后 两年后 我又有另外一个想法 或者是整个社会 提供的选择又多了 所以在生活中 确实是要 当然不是像 茶余饭后的聊 偶尔是要让对方 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不过我觉得 所谓的善终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不只是我们 到最后的那个点 是不是按照 我的意愿来完成 更重要的是 在最后的这个生命 结束之后 留下来的人 他有没有一个 我们英文讲的closure 因为很多时候 你没有做准备的话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可能那个伤痛 没有办法收复 所以对我来讲 善终是这样 对你们来说呢 好好对待自己 也照顾到家人 这是我的宗旨 所以怎么做 要慢慢想 对 因为好像 我觉得好像 我岳母 她就 我觉得这方面 想法很开通 她说 以后我不能走 不能吃 不能照顾自己 你爸送入疗养院 她就是这样的想法 希望有一个 专业的一个设施 照顾她就可以 她就是不要拖累 孩子 后代 其实另外一个 我想提的就是 有时候 看护家里 看护的人 家人 有时候是 很辛苦的 对 她可能很难接受 我的长辈 我的父母 现在 有这个重病了 身体虚弱 不能自理 其实有点像 返老还童 就是我们回到 生命终点 就像回去一个婴儿 就是要有人来看护 不能自理 就是大便小便 吃什么都不能 要有人帮助 其实如果我们 以这样的一个心态 去面对的话 我觉得我不懂 说对看护人 会比较容易说 会 是这样的 我们就是回到最初 而且感觉是角色兑换 对 小的时候我们还是婴儿的时候 是父母亲这样子对我们 现在父母亲老了 轮到我们来这样子照护他们 对 我邻居的这个妈妈 那位阿姨 她就是这样子 就是她试制 然后对她的女儿来说 每次去看他们的互动 她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要哄她吃饭 要哄她乖乖的 要哄她不可以自己开门出去 所以一直重复问问题 就像小孩子是问问题 就这样而已 你不要说 因为为什么你再问 五分钟前才跟你讲 为什么你又再问 你就不要 你就是在哄她 就当是像哄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 就是要自己调整 自己的一种心态 对 不过care giver 其实在慈怀疗户这一块 看护人其实 他面对的压力 面对的那种 尤其是他如果还在做工的话 所以我们也是倡导说 雇主如果说HR很了解 说慈怀疗户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能够给予一个员工的那种支持 因为我们也听过很多 说我辞职为了照顾我爸爸 我辞职为了照顾妈妈 但是我们的社会 为什么必须要辞职 才可以照顾好我们的知青呢 如果说老板们可以体谅 也可以了解一下慈怀疗户的这个过程 是多长的一个时间 然后因为疫情之后 现在你到哪里都可以做工 对 对吗 所以其实可以不可以给予员工 这样的一个support 我们觉得慈怀疗户不是医生 不是慈怀疗户团队的一个工作 其实是每一个人都必须了解 跟每一个人你说能够贡献的一些support 其实是很重要的 所以开启对话很重要 这也是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 就是要讨论的这个话题 我们去面对它去了解它 开始讨论了之后 就会有很多这些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要考虑的范围 所以是新大坡慈怀理事会的 外展活动的重要性 当越多人了解这个观念之后 整个社会的支援 它的力量就更强大 那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孤军作战 今天非常谢谢陈美霞女士 告诉我们这么多有关慈怀疗户的理念 让我们透彻地了解更多 也非常谢谢马云庆自长 和我们分享了你的个人经验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